無論你的作品是什麼 只要能打動人的都是好作品 對 順子認為寫一首歌不是 他認為寫一首歌是太小品 他是有私密性 可是順子不拿出來不是私密性 順子不拿出來是因為 他覺得這個歌不是他 他唱不好 他覺得是這樣 當年張宇璇其實不想唱這個歌 他不想放他專輯裡 他比較希望專輯裡面是那個 Live主管300秒那種 比較音樂性 他覺得寶貝沒有音樂性 結果我們寶貝還放了兩次 對 一首是他自彈之上 一首是鍾成虎 就陳其真的前男友 把他彈了一個版本 之後大部分的人認知張宇璇 也是因為寶貝 對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別人喜歡的你 不見得是你 認為應該要表現出來那個樣子 才是別人喜歡的 其實別人喜歡你 是在於你本來的特質裡面 有不一樣的成分 五月天有一個老爸叫做小馬 我如果沒有讓他去幫大哥 我沒接他給大哥修電腦 他今天就不會有這樣的錄 他也不會有五月天 因為五月天的demo是在我這聽到的 他也不會有戲劇去看他們Live 所以我是不是他貴人 我是 可是我在進魔言之前 因為我有有狗的經歷 可是我有有狗的經歷哪裡來呢 這小馬要我去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伊尼爾戰》 今天來了一個很特別的來賓 甚至是我的老師 他在大學的時候 教過我讓我收穫良多這樣 所以今天特別邀請小韓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 歡迎 大家好 我是韓羅璇 收穫良多不敢 應該八卦不少 聽到蠻多不少八卦的 這倒是 因為其實蠻多人蠻好奇說 就是演藝經濟這一塊 就是要怎麼入門 或是要怎麼樣去 老師有什麼建議可以 在可能老師的經驗啊 老師先講一下 因為老師其實帶過蠻多藝人 合作過蠻多藝人 是 老師我要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原來是在產品工業 在產品公司上班 那產品公司待了很久 從製作助理一路做到 統籌 製作的統籌 中間當然也有很多製作的案子 我的老闆會讓我去 幫忙做配唱啊 幫忙做混音啊 好 那 因為這個唱片公司製作助理的工作 從 尤其我是在一家 那個時候是新唱片公司叫磨岩 磨岩唱片 它是屬於滾石 另外成立的一家子公司 對 那磨岩本身又是在當年 19931994年開始 那個時候我們在做的音樂都有別於 市場上的 比方說張學友啊 劉德華就是港星的那塊之外 也跟滾石的 主系列的 比方造船 周華健 這個 新小棋 林一蓮等等 有所區隔 那磨岩主要做的是composed artist 就是創作型的藝人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上網查一查 磨岩的創作型藝人就比方說 兩大塊 一塊是中國火 中國火就是豆維 張楚 唐朝 黑豹那一系列 到台灣這邊有五百 豬頭皮 張正月 順子 陳啟臻 甚至後來現在發肌的熱狗大隻 乃文 紀小軍 就算他不是創作人 他某一個程度還是有創作的 蘊涵在裡面 像乃文就是 用他的唱法在台灣當時很特別 那台語的部份有 金門王立秉輝 陳明章 黃飛 我也做過霹靂不太系的電影 那因為在磨岩剛成立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製作助理 所以變得是我就會有機會 去跟五百做Live 也會跟林韋哲做他的助理 豬頭皮做他的助理 也就是一個助理要兼著做很多不同製作人的工作 除了這個行政的以及買便當這些東西之外 公司 剛剛有特別強調過 他是做Composed Artists 所以公司就會給我一個工作 在非上班時間 OK 加班的概念 你要去參加春娜 春天的吶喊 你要去參加政大金權獎 你要去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 是作為觀眾還是作為觀眾 也就是我有一個奇怪的工作 叫做Artists Research 不只是找藝人 也找詞曲作者 像唱片公司本來就會有詞曲作者 丟東西來 對 所以比方說阿迪亞 後來做Hotaridio來的製作人 或者是有很多的後來還不錯的一些藝人 早期 包括五月天 他們都會丟他們的Demo 到魔言來 那我會聽得到他們的作品 包括蘇達綠 那我聽得到他們的作品 我甚至還要做一個事情是 我要給這些樂團意見 OK 他們的東西怎麼樣從業餘 透過錄音也好 透過詞曲的修改也好 或者是旋律的修改也好 能夠成為市場上需要 那我比較像是一個Breach 我不會做決定 我會把他們的Demo整理好 給我的主管 或者是唱片公司老闆聽 我那時候的老闆 就是現在宗旨文化的張培人 那個Street Voice 那個簡單生活節 等等 都是 都是 他有那個 Legacy 大團誕生啊 大團誕生 Landy就我以前老闆 那還有一個我們的副總叫賈米樹 就做中國火系列的製作人 我通常會整理好Demo也好 整理好藝人的資料也好 整理好這個人的 哪怕是一個新人 我讓他對著鏡頭講話 看看他的反應 跟他的 談吐 甚至他的口條 這些東西我都會提供我的意見給老闆 所以我有點像是一個Bridge的工作 要去看比賽 要去看表演 要去看創作的環境 那一般人 可能光靠外型的話 我就會推進你過去 好 那由於這個工作做底 我在唱片公司一待就是7年 當我離開以後就 等於有了那個底運在 所以當我離開了唱片公司的時候 我自己 一開始還在考慮要不要做唱片 就已經有一些我談過的人 回頭跟我談 老師那時候老師成立庫爾的時候嗎 因為他們跟我談 我才成立庫爾 後來其實是因為這個原因 成立庫爾呢 這個公司 第一年我就簽了五組藝人 就張璇 許哲沛 何欣碎 有莎莎 許慧欣 肖肖 第一年就簽了五組 那第二年當然還有旺福啊 還有布朗啊 TT Back 在彈啊 甚至後來的宇宙人啊 等等 這一路呢 在唱片線 庫爾曾經在台灣的流行音樂裡面扮演 還不錯的一個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 還不錯的角色 大部分是創作的 因為剛才以這樣聽老師講的名單當中 哇很多現在都是很知名的人物這樣 對 老師我想特別問一個 就是在所謂的老師剛才講的 就可能要看很多特質 那老師有沒有覺得什麼 個性或是特質的人特別適合 有一些是直覺 我當初看到許慧欣的時候 是只有一張照片 是 不只一張照片 他幫一個製作 就是我帶出來的 Artist Research 帶出來的一個製作人 叫Benny Benny是德州大學的 那事實上Benny那時候幫我們做了很多案子 包括PD不帶戲 就是我們讓他從製作助理直接接一些編曲 在這個過程中間他跟我聽了他一個Demo 許慧欣唱的 我覺得這還不錯 可是因為他唱全英文沒有中文 我當時就跟Benny講說有沒有他的相片 因為Benny說他還蠻漂亮 結果回頭拿到一張照片是側面 一個女孩子的側面在跟一個小熊 就玩那個Teddy Bear 在玩那個Teddy熊 就一張照片是側面 他在玩Teddy熊 可是他笑得很自然 就是他自己在玩笑得很自然 那張照片還有點模糊 我好像還有那張照片 第一時間我就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很搭配他的聲音 那不曉得他中文怎麼樣 我就讓Benny說 如果 那時候我還在磨研 我說如果你回美國的話 有機會就錄錄看 哪怕是 那個時代我們已經 還是用卡帶 你可以用一些比較精確的方式 錄一下他唱歌 唱中文 結果錄回來他唱了一首 寫一首歌 那 我印象中Benny是帶著寫一首歌 因為寫一首歌順子的 卡拉在我們這 他就拿著卡拉就唱 就還不錯 後來就幫他跟磨研談 談了以後當然就 磨研很有興趣就簽了 簽了 擺了兩年都沒有動作 所以之後我離開以後 他的爸爸就跟磨研解約 就來找我 說能不能我們來合作 你比較能夠了解我女兒的價值 那我當然很快半年就幫他談 半年不到幫他談論商品公司 一年不到就發片 就當年在環球 上華環球發了片 好那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許惠欣給我的特質是自然 然後因為他流美的背景 所以外語程度很好 他有international的機會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是 他是德州拉拉隊的 很少有華人會在美國的拉拉隊 他德州大學拉拉隊 他可以被拋 被丟上去 他也可以拋人 哇 所以他們也是女生丟女生 拉拉隊 所以那一塊我滿意外 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 我沒有聊 就是他有把他的 拉拉隊的舞跳給我看 當我第一次帶他去環球上面 彈唱片的時候 環球的老闆問他說 那你學這個拉拉隊 你會空翻嗎什麼的 他就立刻 我們在辦公室裡 直接 他就立刻 空翻 先來一段 1 2 3 4 on the floor 就翻 後空翻 合約就簽好了 哇 因為他的Vocal可以被檢視 他的肢體可以被檢視 當時台灣的市場 正好碰到 蔡依林被冷凍 蔡依林解約 然後被冷凍 跟華納還沒合作 小阿萱回谷 所以同樣能跳 然後有肢體 然後有洋味的 這樣的人少 所以時機很重要 我在挑他的時候 我後來決定做他的時候 跟我推他的時候 推到市場上 很大一塊的原因是因為 正好沒有那兩個 如果同一個時間 他們兩個都在市場上 也都在發片 我們可能沒那麼好談 了解 市場需求 那一個是剛剛強調的 他當然他不是 他不是創作型 他是比較偶像型 像創作型許哲沛 最早的時候 我是在 OK 我們現在叫傑森 Strivo Strivo 最早的時候 滾石有一個品牌 叫做Rocca Cola Rocca Cola裡面呢 就是讓大家把他的demo丟上來 然後可以給 需要邀詞曲的人 可以去上面聽 可以讓 Jews Strivo 現在陳生這樣 前生叫Rocca Cola Rock嘛 又是滾石 那Rocca Cola裡面呢 我們被叫去 協助他們做一些合作 幫Rocca Cola做一些合作 那個時候就變得是 我們有後台可以聽得到 上傳所有的東西 因為是公司內部的東西 我在那邊聽到 許哲沛的氣球 他自己彈自己唱 那當時許哲沛人還在 我記得好像是倫庫沛 文哥華 應該是倫庫沛 或托人頭 應該是倫庫沛 我聽到他的demo 我覺得很不錯 我也不知道他的長相 因為Rocca Cola不需要貼照片 貼了一個奇怪的人頭吧 後來我就跟他聯繫了 我打電話去他們家 是他媽媽接的 我跟他媽媽講 他留的電話是台灣的電話 我就跟他媽媽談 說我是商品公司 希望跟他談一談 沒多久 好像是暑假期間 他就回來了 他是在那邊念的 中學跟大學 所以他回來以後 我們就接觸 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跟他談的時候 他們家還覺得是 詐騙 詐騙 約在 因為他們住在北投溫泉路那邊 就約在北投那邊的 也不是行嗎 麥當勞的二樓 非常公開的場合 就坐下來聊這個事 就聊他的作品 看法跟可能的規劃 那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覺得他跟氣球很像 就他寫氣球這個歌 他個人個子也小小的 然後是楚楚可憐的 是在海外一個人 待著然後找不到根 是這些理由 讓我覺得他跟他的歌很像 再加上我覺得他的 尤其氣球是個很挑戰的歌 對 一口氣 我覺得你的鋼琴實力 你的唱歌的 Vocal的實力 跟你的人 三個都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再加上我剛剛講 又是有International背景 他在海外念 海外念的書 那我們第一時間就聊說 你有多少作品 他大概我印象中是四五十首 都沒有整理 後來我就送他一台MD MD是當時可以錄音的一個方法 就你自己可以錄 他可以錄好幾軌 送他一台MD 讓他錄他的作品 慢慢建立彼此的信心 他可以常常來辦公室 那個時候我的辦公室蠻酷的 是跟五月天一起 大雞腿的時候嗎 大雞腿的一樓 大雞腿有一樓地下室 那一樓一進門的 右手邊的一塊 是我們的辦公室 大約二十坪 那再來就是大廳 地下室的錄音室我跟他租 每個月by month租 那個空檔正好是五月天 有的人去當兵 石頭去英國念書 那時候那個誰還沒驗退 那個時候阿信還沒驗退 我還幫那個誰 幫瑪莎講到義工隊 帶他就 那時候義工隊的隊長是我的表哥 所以義工隊要換一個貝斯手 是由他們裡面內部來挑 再跟表哥打過招呼 他就去了 所以 瑪莎是在義工隊當的兵 那 怪獸我就忘了是什麼 可是我們在辦公室的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 比如說許多貝來辦公室 他就會看得到 五月天 對 五月天 或者是 後來他們發片以後 人家也不想看五月天 很多人到這邊來看許惠希 對 當時是這個北極 所以回到題目 就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一種質感 我覺得這針對不同的經紀公司的經紀人 都會有不同的喜好 我應該是幸運的 我通常找的都是我覺得有感覺的 就是不見得要很美 或不見得要很會唱 他的創作可能很吸引我 像剛剛講何欣碎 瞎瞎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創作 聽到他的製作 我就覺得驚為天人 我很多案子就交給他做 包括蕭蕭的專輯 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是他 我們接了 我那時候常在接一些外面的案子 包含 一能記 包含 後來林佑佳的太太 反正很多的很多的案子接回來 詞曲的能力 的折服 縱使他那時候還不會彈吉他 我覺得 總是有一些特別的優點是 我個人非常欣賞 而我認為這個可以藉由我的合作 然後我讓唱片公司的資本進入 或者是讓媒體的這邊 能夠大家幫忙 讓這個人被介紹給大家 我有點像媒婆 那媒婆當然有自己的喜好 所以我的個人是 喜好的擺在這裡 可能比較喜歡特別的 有才能的 然後去在別人身上發掘 其他人可能看不到的優點 老師我特別想要問 就是因為老師剛才有講到說 就是 時機很重要 那有沒有老師遇過是 人對但是時機不對的時候 當然 當然 我最後做的兩組藝人 因為我組不見得是一群人 也許是一個人 我最後比較做的比較知名的藝人 是像陳妍希 像郭書瑤 陳妍希在我們公司 待了大概快兩年 一年多以後 推薦給柴志平 那我跟柴姐合作就 一合作就無言 所以這個合約基本上是六年的合約 從我第一年到後來 一直都沒有很好的狀態 沒有達到他的期許 他當時希望發片 可是老實說唱片市場 整個都已經下來了 那我們後來合作 完全是無心插流 因為他在裁剪的公司 所以他就會認識 那個誰 九把刀啊 認識其他的有人 崔正東啊 柯正東啊 等等 大家本來就有一定的默契 所以當九把刀想要拍這支 那個那一年我們 尤其追過女孩 尤其追過女孩的時候 就會想到是 那我們同公司了 所以柯正東男主角 陳妤其是女主角 這樣就紅了 那可是在之前 我們其實很努力了五年 談了幾家唱片公司 也不見得有效果 時機不對 對 當然等到他發片以後那 Sony馬上就簽了 馬上就合作 不是Sony 福茂 馬上就合作 還申請了輔導金 對 所謂的輔導金是指 政府的輔導金啊 哦 國話局來撥給他們 好像250萬還是350萬 哇哦 結果後來被罵 說為什麼他還需要輔導金 他明明就是主流的 那 這個我認為 沒有一定 你很有把握 去做這個事 不見得會有 一定的結果 嗯 真的是運氣加上 原本實力就要有 對 然後也要有就是貴人 剛好看到 老師覺得貴人這個詞 是需要的嗎 就是在這個時代 還是說老師覺得 其實有能力一定會被看到 還是說其實 有能力但是不一定會 他努力很久但是不一定會 這樣講 自媒體的時代 應該不需要 對貴人的需求沒有那麼強烈 你比較著重在自己的創意 比較著重在自己的拍攝 比較著重在故事性 這兩天我還在網路上面寫 我以前上課的時候 叫自媒體 我就提到說 只要你連續罵第一名 十篇 你在自媒體裡面 一直罵那個第一名 連罵十篇 你也會有一定的流量 果然就有一個叫什麼 藍權媽媽就在罵老高 就罵十篇 十篇以後沒想到他的點擊率 就高了 當然 罵的有水平沒有水平 亂罵還是 無地方是我們先不予評論 可是這也是一種方式 那套用剛剛的題目 老高是不是他的貴人 其實算是喔 是喔 對不對 那 這個就要講回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說 縱使是自媒體 可是你還是不能夠沒有所謂的人脈 沒有所謂的關係 沒有比別人多一點點的優勢 我有一個朋友在 Youtube 擔任Youtube的企劃 他負責 當然 Youtube是推播的概念 對 他比較看的是你本來就看什麼 那你就會一直往那個方向 他就會推那個方向的人給你 可是 因為他們是裡面的企劃 他們有可能會看到一些很好的作品 那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那些好的作品一直都沒有被發現 他們會去幫他做推播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關係 是不是比較好 你有這樣的人脈是不是就比別人有利 因為別忘了那個可能是 五萬個人裡面的其中一篇 他願意在五萬個人裡面推你 那個靠的也是貴人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是完全不靠人 你丟到Youtube上面 基本上是茫茫人海 對 每一天有多少人上傳我不知道 因為你自媒體不是地域性的 他是Hole World 我印象中我從來沒看過南非的作品 我印象中沒看過義大利的 因為他被推播了嘛 可是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一個紀錄片 是講莫索里尼 是美國的 那美國的一個紀錄片在紀錄莫索里尼 在他的底下 就有義大利的莫索里尼的演講 我就點到了義大利的莫索里尼的演講 進而我後來被推播了一陣子 都是義大利文的東西 所以他這個蠻公平的 可是Youtube基本上是按照你個人偏好去給 對不對 所以貴人很重要 講回來還是這樣 貴人還是 還是重要 了解 老師我 因為老師之前其實在課堂上 其實也有講到像順著寫一首歌 是 或是張全寶貝 他們其實都是算是很私密的歌 但是因為老師 就是老師 算是看到了 把他 我覺得也算是貴人 老師也算是貴人 然後讓他 讓更多人聽到這個故事 是 對不對 這一點我要解釋一下 他其實不是私密 是 很內心嗎 composed artist 他有的時候會 不是那麼清楚 去知道 別人對他的認識 跟期待的來源 用順時的寫一首歌來做一個討論 他第一張專輯是 是回家 那回家是大快的balance 對 回家 我需要 RM OK 很誇張 是 感覺是復便 還有弦樂 那 第二張專輯叫永遠等待 永遠等待 OK 也是ballot 中間我們做過幾張像是 那個 open up 是 當時的狗可樂 狗可樂的廣告歌 還是麥當勞 我忘記了 我們也做了一些jingle 到今天為止 那個 那個 he that fan 的jingle 還是我們那時候做的 喔 那個 你會聽到順時在裡面 那個 he that fan 就是他唱的 我們錄的 到現在還在用 對 1997啊 1998年 都用了30年了 還在用 是大家的回憶耶 對 he that fan 現在還在用 我們當時做open up 也是大塊的 也是full band 所以 他會認為 他的作品 應該是那樣 可是其實 你去看很多國外的 的案例 有一首歌叫做 Modern Words Modern Words I don't know how to do to make you feel I don't know how to do to make you feel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當年是一把吉他 跟一個vocal 這個歌到了 在美國進來的Belbow 好幾週啊 大概有超過十週 有一首歌 More Than War 好像是 More Than War 比話還多 More Than 那他那個歌呢 是一個heavy metal的團 他們全部唱的是heavy metal 結果 中的歌是一首歌 是吉他跟vocal 對 然後這首歌呢 好笑的是 貝斯手 彈吉他 還不是吉他手 貝斯手在那邊 而且那個貝斯手還塗指甲油 意上很深刻 就是一個很帥的貝斯手 跟一個 heavy metal的vocal 兩個人唱這首歌 大眾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別人喜歡的你 不見得是你 認為應該要表現出來的那個樣子 才是別人喜歡的 其實別人喜歡你 是在於你本來的特質裡面 有不一樣的成分 那用音樂來看的話 就是說 你一定是你的作品說話 無論你的作品是什麼 只要能打動人的 都是好作品 對 順子認為寫一首歌 不是 他認為寫一首歌 是太 太小品 所以 我月亮在你的眼睛 那是他彈鋼琴就寫的歌 也沒有中文 在 那個時候他的男朋友在 他交了一個錄音師男朋友 現在講無所謂 報紙當時都登了 那個錄音師去 L.A.錄音 順子在台灣 所以他想他就寫 月亮在你的眼睛 太陽在我心 講的就是說 兩個人在兩地 有時差 現在我寫這首歌 只為你 我印象中這首歌的 英文的 中文要寫一首歌 英文叫April whatever 那一天正好是 史大維的生日 所以他生日的時候 送給他的歌 他是有私密性 可是順子不拿出來 不是私密性 順子不拿出來 是因為他覺得這個歌 不是他 他唱不好 他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當年呢 我們就連哄帶騙 寫了把這個歌翻成中文 讓他唱 試著唱 然後同時 我們有另外一個製作同仁 叫袁樹忠 就他會三指法 就讓他彈 大家如果今天再去回溯 寫一首歌的那個吉他 就會發現 慘不能堵 那吉他彈得很爛 中間很多 嘟嘴 可是我們one take 就是順子在裡面唱 那講說是錄demo給老闆聽 順子在裡面唱 樹忠在control room彈 同時 plug in 就直接錄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把這首歌錄完 那就是one take 那那個one take 那那個one take 結果得到當年的最佳 詞曲作者 最佳女歌手 哇 因為很自然 一點都不做作 那再加上 順子也不熟這個歌 因為中文詞不熟 他背幾次以後 唱出來的東西 反而最有味道 我們錄音有時候很怕 做製作很怕說 歌手已經習慣了這個歌 因為很重視 所以他唱了兩百遍 瞧不動 到了現場 就這樣唱 這個反而不自然 順子真的非常自然 所以順子的案例是這樣 他倒不是privacy 也不是很private的東西 是他認為這個小品不適合他 而這個歌大眾 所以他後來認 他覺得原來是這樣 許慧欣挑了一首歌 許慧欣不要一首歌 叫做7月7日晴 這首歌到今天為止 在內地的卡拉OK 都在100名裡面 哇 7月7日晴 突然下起了大雪 很慫 我王者低頻弦 那場雪 主要是那個melody 7月7日晴 突然下起了大雪 這一句在東北特別喜歡 因為東北一天都很下雪 對 7月7日那天是晴天跟東北下雪 所以make sense 當初 許慧欣挑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是意願很低的 他覺得應該是孤單芭蕾那種 可以跳 要不就是很 就算是ballot 也要是另外一種tone R&B一點 他不覺得這樣的歌適合他 所以也有過很多的掙扎跟討論 沒想到後來也是大眾 在一個蕭蕭 當年唱愛要彈蕩蕩 他也是很反彈 他覺得這個歌是cover 那個歌是原來泰國已經大眾的一首歌 因此第一時間他就覺得這個歌很不適合 很多歌手都會認為他不是這樣的個性 總 愛要彈蕩蕩 不要裝模作樣到天場 那首歌弄到他不願意唱 其他人不接 所以這個歌變成莫名其妙是我製作的 去幫他做完那首 為了說服他壓進去唱歌種 那剛剛講到張璇的寶貝 他不覺得這個歌是適合放在市場上 他覺得太兒歌 可是我們在那個時代一開始聽 我的寶貝寶貝 給你一點甜甜 主要是他那個melody的小調的走法 這個 我很喜歡那個melody 我不覺得他是兒歌 他可以是大人的心情 可以是小孩的心情 可以是老先生老太太的心情 都可以 他不會被限制在 是 是某一個層面只能跟小朋友唱 我不認為 他的寶貝也可以是 散指他喜歡的人 或別人喜歡的他 那 或是他的內心小孩 對也可能 也就是他可以有不同的延伸跟解釋 那當年張璇其實不想唱這個歌 他不想放他專輯裡 他比較希望專輯裡面是那個 Live主管300秒那種 比較音樂性 他覺得寶貝沒有音樂性 結果我們寶貝還放了兩次 對 一首是他自彈之上 一首是鍾成虎 就陳吉珍的前男友 幫他彈了一個版本 之後 大部分的人認識張璇 也是因為寶貝 對 所以這個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 就是歌手認為的 自己 也就是在包裝自己的部分 是沒有旁邊的人看得清楚的 嗯 我倒不覺得我一定很精準 但是 我看得比他準 我們可以看得到 歌手看不到 也就是 比歌手客觀吧 應該這樣講 對 老師我特別想問 就是因為剛才上次 我有講很多歌手 那老師 認為 會認為說 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看 他們自己認為的 不一定是真實的 就是 被大眾接受的自己 是 對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會因為 這首歌也許紅了之後 那 他們更 就是更 知道自己 要往哪個方向走嗎 還是其實 還是不確定 我特別要強調一件事 就是 台灣因為沒有一個經紀人的完整的制度 所以會把經紀人當成是一個 保姆 保姆也好 或者是一開始能夠 幫助你成功的踏腳石 墊腳石 他不是制度 所以他就沒有專業 真的有專業的人 他還是被制度打敗 他又回到一個點是 你沒有那個system 你怎麼去做一個 你對法律很懂很懂很懂 可是根本沒有檢察官制度 沒有法院 沒有律師 那 你對法院 你對法律很了解 又怎麼樣呢 它必須存在於有系統 你可以考到律師 然後律師可以跟檢察官對抗 律師可以幫人家申訴 律師可以幫人家解套 律師可以幫人家 在法律上面進行很多的工防 經紀人也是一樣的 經濟制度不健全 所以經紀人有經驗的 到後來都不做經紀人 沒有經驗的來做這個事 通常就是保姆 就列為保姆的範圍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很容易產生 藝人對自己的判斷 越來越有信心 而聽不到專業的意見 那個越來越有信心 也就是他毀滅的開始 大部分的 應該講台灣的聽眾也好 觀眾也好 都以為經紀人 是一個比較剝削的 比較保姆的 比較沒有那麼專業的工作 可是事實上 一個專業的經理人 在法國 在英國 在美國 甚至在日本韓國 好的 是備受領域 跟備受尊重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Beatles的經紀人過世的時候 他們當年的探雜誌 特別在裡面內頁去寫了他 時代雜誌 同時在訪問講介石 毛澤東 裡面有一篇在講經紀人 所以是這麼的重視 當然他是Beatles 可是現在有幾個人知道 五月天的經紀人是誰 他做了些什麼 沒有人知道 老師願意談嗎 小愛 很優秀 鬼石的同仁 這一切都是命 就是 五月天的鼓手 事實上是我以前的鼓手 對 在Why Nots的時候 以前講過 Why Nots最早是我跟他們的老爸 五月天有一個老爸 叫做小馬 小馬老師 小馬老師是我四歲的鄰居 我們四歲就認識 就是住得很近 我們家到他們家五分鐘 那我們從四歲就認識 一直到國中我們才同學 可是國小我們都 偶爾一起玩 可是沒有玩得那麼密切 因為我們中間還有另外一個同學 住他家真的隔壁 那我跟那個比較好 所以我就比較去跟那個同學在一起 跟他比較少 可是到了國中我們兩個就走在一塊 一起玩音樂 一起玩團 一起玩團 所以我們就做了歪當 這個事情很巧的是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小馬叫我回來 我當時其實也不太想繼續待美國 太無聊了 尤其佛羅里達州 那他要我回來 因為他在友善的狗當助理 那要我去 應該有機會 就是要我回來 又可以練團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 把我們的作品 我們很小的作品 國中一開始寫作品 就是很多自己的創作 他說我們一起來弄 好 所以我在美國 他在日本念了好幾年 我在美國念了好幾年 回來以後 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就介紹我去友善的狗唱和聲 幫黃玉琳唱和聲 進而後來幫費盡心力 就是整個友善的狗的演唱會 去唱和聲 那一度友善的狗 也有考慮說 是不是 我們可以有進一步的合作 但沒有講是簽約 還是成為製作部的人 都沒講 我還錄了好幾張專輯的和聲 那那個時候呢 小馬是他們的ingenieur 是他們自己錄音室的錄音師 後來 我不是就到了摩顏 待了很多年 那Why Not也發片 有一些原因 我跟袁樹忠 我剛剛提到彈寫一首歌 我們都沒有辦法繼續留在Why Not 因為Why Not當時有一些條件 就是你們必須把 現在所有的工作辭掉 專心來做藝人 可是我的工作很好 好不容易到 應徵到唱片公司當製作部 離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可惜的事 反而發片沒有那麼重要 我想學製作 當時就離團 那Why Not發片以後呢 陸續有幾年其實也很沉淪 就是小馬也不知道幹嘛 有一搭沒一搭 那當初他因為發片也離開有狗 所以離開友善的狗 所以沒有什麼 什麼事好做 那後來呢 我從摩顏被調到 滾石國際 滾石最上面是滾石國際 裡面有滾石唱片 摩顏唱片 我們叫做滾石國際的總經理事辦公室 當時是跟李宗盛 大哥同一個辦公室 那我們就會有很多的案子 會互通有無 大哥的電腦常常壞 他Mac嘛 他要用電腦打電動 就常常壞 無軟體慣壞 這個那個 我就幫他介紹小馬 我幫大哥介紹小馬 說小馬 那個大哥我有個好朋友 很懂Mac 很懂 很懂麥金塔 他可以幫你整理電腦 小馬是因為這樣才到了辦公室 而且不是上班 就是幫他弄電腦 在這個過程裡面 五月天寄了Demo來 寄到摩顏 是我收的 覺得不錯 那麼彈 這個過程裡面小馬看到 小馬就說去看他們表演 果然去Vibe看他們表演 覺得他們的表演非常好看 那個時候就跟大哥的助理 叫惠君 大哥那個助理也不算助理了 應該就是 就是除了大哥就他了 就經理人 他跟惠君就去看了 五月天 回來一直跟大哥講說 一定要簽這個團 真的很棒 一直講 一直講 所以後來 大哥又問了賈米蘇 就我老闆的意見說 摩顏要不要簽 因為做團嘛 摩顏 那時候還要簽糯米團 所以摩顏比較適合 滾石沒有做團成功 那老賈就問我 我說五月天真的很棒 我覺得他們只要有一些觀念改一改 不要堅持是做一個團而已 你可以做一些團之外的音色 Keyball 弦樂 而不是只是 一定要吉他才溫柔 吉他才擁抱 可惜 所以他們也接納 後來 我就跟大哥也提出我的看法 我覺得一定要簽 他們真的很不錯 我聽了他們作品 大哥才把五月天叫來 進來跟他們講說 好 那我簽你們 滾石簽 我只會幫你們 給後面的意見 因為大哥很忙 所以小馬當你們製作人 也當成小馬幫他用電腦 修那麼久的禮物 本來是要叫我去幫 我沒有辦法 我們再做別的案子 所以小馬在英文巧合之下 就幫了五月天 做第一張專輯 那預算撥給小馬 小馬就把他拿到日本去咪 也跟日本人合作 小馬是留日的 所以這個案子很理所當然 第一張就有不錯的成效 他找到了Mr. Children的 Engineer 哇 可是五月天就像Mr. Children這樣 因為音樂的質感很像 質感很像 對 其實也不難啦 付錢就好 一直要知道怎麼聯絡就好 那就到了日本去做 所以後來給了Mr. Children 也加了弦樂 也加了Keyboard 所以第一張就有不錯的成效 當然很重要的還是五月天自己的表現 所以第一張他們就中了 那中了以後 我剛剛說這一切都是命 中了以後呢 當時他在滾石的宣傳部的頭 就是小艾 艾姐 那艾姐就是說 那時候唱片公司沒有經濟制度 那五月天他按著我來接 他來負責接 製作就是小馬 那他就負責過濾 也就是宣傳兼著做經濟 做做做做做成經濟的樣子 這樣代表小馬也是 你看從修電腦也是有貴人專 然後到現在可以到 就是遇到呂仲勝大哥 然後可以應援巧合到五月天 幫忙製作五月天的製作人 我如果沒有讓他去幫大哥 我沒接他給大哥修電腦 他今天就不會有這樣的錄 他也不會有五月天 因為五月天的demo是在我這聽到的 他也不會有戲劇去看他們live 所以我是他貴人 我是 可是我在進魔研之前 因為我有遊狗的經歷 可是我有遊狗的經歷 哪裡來的 是小馬要我去 我當年根本都不會彈吉他 也沒有想要玩團 是在小馬他們家 我們看著對面 他們家正對面就是張根宇 福茂老闆的家 那個時候張根宇在玩團 我們兩個才國中生 國一國二 張根宇跟王志平 就那個誰王什麼他爸 王...王若霖 王若霖的爸 王志平 劉天健 劉天健過世了 以前SONY的總監 華納的總監 那個余生慶 徐德昌 徐德昌 徐德昌是個鼓手 強力錄音師的老闆 圖會員 金海的路 他們一掛人 玩團 在張根宇他家 所以我們兩個人 什麼都不會 國中生 哇塞 重點不是玩團 重點是他們在玩團的同時 門口停了兩台 艾快羅密歐跑車 哇 然後進進出出 跟他們一起玩團的 或者是跟他們一起出去玩的 女生都很漂亮 裙子都很短 哇 我 我將來要做音樂人 OK 所以我們兩個人是 因為張根宇 而立定志向 小馬的哥哥也會玩吉他 可是他就 他不玩音樂 我們就會拿他的吉他來彈 他哥哥也OK 命運就這樣安排 小馬幫我 我幫他 呃 詞是誰貴人 互相都是貴人 互相都是貴人